數層樓高的公寓有如紙紮 儀器崩塌 住戶根本來不及逃 土耳其週一清晨四點十七分 發生規模七點八強震 鎮央位於土耳其南部 靠近敘利亞邊境約四十五公里的加進安太普 兩百五十一顆原子彈釋放出來的能量 是九二一地震的五倍 鏡頭陸下恐怖瞬間 主鎮十一分鐘後 土耳其中部又發生規模六點七的潛層地震 短短兩小時內至少四十二次的強烈余震 死傷人數不斷攀升 民眾才要衝上前 拉出受痛瓦力堆下的人 突然又來一次余震 讓已經破碎的房子猶如雪崩翻塌 還有人冒險爬上了已經坦塌的房屋 惡力敲開已經變形的門窗 強救受困民眾 救難人員趴在狹小空間 對著受困瓦力下的民眾喊話 地震的威力 天亮後看得更清楚 八層高的大樓 中間被震出一個大洞 大量傷者被送到醫院 救難人員在變形的大樓 搜尋修者 土耳其上次規模7.8強震是發生在1939年 土耳其至少10個省因為強震淪為災區 目前已經進入國家第四級警戒 向國際間尋求援助 TVBS新聞總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